早呀,大家很喜欢的蓝裙子已经被我卖完了 最近出了苹果绿和燕麦米色 质感是夏日透气的棉马感 穿下交际的天气,搭配黑西装就能美美的出门啦 金色饰品搭配绿色,更增加了活力的感觉 耳钉是圈圈牛角包造型 大小不会太过隆重,适合每日通勤佩戴 爱心元素比较简龄,小小的一颗也不会太过夸张 搭配细细的蛇骨链,温柔有气质 水波纹蛇骨链属于每天带都可以的百搭单品 也可以和爱心项链迭代,增加层次感 最近还蛮喜欢阔腿裤的 牛仔的阔腿裤因为面料的关系也会更加挺阔 对上衣的包容性也强 短一点的连衣裙可以直接塞进去 完完全全就是辣妹风 天气还凉的地方呢,穿个西装既保暖又有风格 蓝背心是双层的,外面一层材质是网纱 其实也是连衣裙,但我还是更愿意把它当背心穿 这件针织也蛮特别的,因为它在肩膀上加了一点垫肩 神来之笔 肩膀立马变衣架,手臂也显得更细 整体是温柔的燕麦色,还蛮有反差感的 但是肩膀已经比较宽的小伙伴就不要尝试了,会踩雷 西装裤,怎么又是西装裤 可是我真的很爱西装裤 这条因为是澳洲的牌子,也是做的偏长,需要踩高跟鞋 但是这种长度才有大女人的潇洒感呀 腿长一米八,气势两米八 黑色小上衣加了白色木耳边和鞋扣的小细节 搭配绿色爱心项链,还蛮符合春天的感觉 Wixit的衣服其实不是很适合我这种比较扁的体型 我都撑不起来,但是呢,每次又忍不住买 灰色的麻痣连衣裙,你们知道的,又被我改成背心 咱这巧手一根皮筋就能让它开花 它其实呢,非常的透,但也就是爱这个淡淡灰灰的清透感 Muse是一间的视频,你们看了有没有被五颜六色种草 但我还是独爱这一抹灰,依然是我最近的新头号品牌 其实当时搭配的那件灰色抹胸裙,我也很喜欢 不过剪裁不太符合我的身材,所以就放弃了 相比起来这件灰绿色衬衫就不太调身材 大方琳也更帅气 其实这件还蛮值得说的,之后再专门拍视频给你们好好搭配 最后是两件毛衣 蓝色这件是全棉的,肤感很好,深色也很显瘦 白色这件呢,适合我这边在冷一点的天气 没有找到面料表,但感觉是含一些羊毛的 下一期购物开箱应该也不会很远,我们就下期再见